今次音樂會的主題是包容 互助 互聽 互相尊重 為什麼呢 其實我是利用一個室內樂 和一個重奏的音樂去打算帶出這個訊息 還有今次演奏當中並不會有很多斷的位置去說話 都是想把主角給一些樂友 例如低音提琴的獨舞 兩部鋼琴的十四首亂譚 我叫王露芝 我本身也是讀音樂 在澳門已經教了數十七年 這是管弦樂的聚曲 變成雙鋼琴裏面的七個人十四首亂譚 當中給大家都是一個很新鮮 和真的很想看 這次演奏的歌曲 會不會有很新鮮的歌曲 會不會有很新鮮的歌曲 其實我看回現在的社會 其實很多年輕人的對立面很強硬 所以我就不希望將來可能大家看到這一方面 而室內音樂和重奏音樂其實是講求一個合作性 以及要互相去尊重大家的樂手 另外就是要聽他的意見 並且希望他又聽我的意見 然後大家慢慢去磨合 希望將這個信息帶出來 給在場的觀眾或澳門的市民去看